在S上面做点功夫 方法很多 其实这个地方就牵涉到所谓的文字方面的函数的应用 这个文字函数里面 这个用法跟Essail里面的概念差不多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的思考方向 是请你输出的时候 帮我从第一个字一直抓到哪一个字呢 就是最后会有个分号 请你把那个分号扣掉 扣掉的方式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函数 我叫其实用Lapt也可以 Lapt 从左边然后帮我算 算到总长度减一个字就可以了 比如这边我把它输出了 应该是这样 总长度减一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之前有用过Lapt 那你在输出之前打一个Lapt Lapt 刮弧 然后我串接好的东西 所以你会用Lapt 这个用法跟在Essail里面一模一样 第一个是需要给它一个字串 逗点是给它几个字 那几个字 我要怎么知道我的这个S 总共有几个字 很简单 LEN 这个用法跟在Essail里面一样 刮弧你把它放在中间 S放中间 这样的话就会算出什么 算出你这个S里面到底有几个字 那如果说我要把最后一个字去掉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怎样 减一个字不就好了 OK 这是我的思考方向 当然这个没有标准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因为我思考我是用Lapt 当然有些人会用其他函数 用MID函数MID函数也可以 或者其他应该还有别的方式 OK 那我想到这个是最简单的 OK 可能最短 好 关5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原来只是输出S会多一个分号 那我就把它的总长度-1 从左边开始算 算到总长度-1 那刚好最后一个字 分号就不会出现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地方呢 把它执行过 OK 你会发现最后这个分号就不见了 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 很多地方都可以派上用场 而且它的使用方法 跟用那个 Excel里面 基本上都差不多 名称也一模一样 LEN也是一模一样 那只是说有些同学常常会问说 老师可是我怎么会知道VBA里面 到底有哪些函数 有些函数长得跟Excel里面一模一样 但是有一些又长得又不一样 那我怎么知道 教会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以后如果说你不知道 几个方法 这边有个问号 把它按下去 那所有就是VBA里面的函数 它通通都会放在那个说明档里面 所以呢你只要找得到就可以了 可是先跟各位讲一下 它编排的并没有非常的贴心 为什么 因为呢 应该按照类别排 可是它没有 它只有按照那个ABCD的方式排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过至少啦 我觉得聊胜于无啦 那也是一个 你至少学习 那个 这个VBA里面的函数的一个方式 那你把它点击 那它会跳出来 但是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因为它需要重新建立那个Index 它的缩影 所以它会跑得比较久一点点 OK 那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号里面的那个 有蛮多的 其中的话 我习惯看这个 VGeo Basic的程式语言参考 那你可以看到了 只要是VBA里面的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叫函数 它会帮你把Excel里面的所有函数 通通都放在这边 那当然还有除了函数之外 还有别的啦 只是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不妨